你不能近年 你不能近年 我們當老師如何提高學生的一個學習動機呢 當然這樣的一個學習動機裡面 我們要把學習動機分為兩個部分來講 一個是內在的一個學習動機 一个外在的学习的动机 那内在的学习就是说 我们的教材内容当中 学生愿意去学 本身学习内容本身具有动机的一个洽质 那外在的动机是说 我们如果使用赞美 回馈诱因的方式当中 帮助学生去学习 那内在的动机当中 我们如果提供内在的一个诱因 的一个价值 那内在的诱因价值 当然就是说要让学生喜欢课程 学生对学生本身对课程当中他的喜欢 那外在的诱因里面 可能老师透过赞美 或者说成绩 或者说奖品等等的方式 鼓励学生的一个学习 但有一个实验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所谓的 Lapper的一个实验里面 他的奖赏对动机 有时候也会产生影响 那这地方里面 我们看他怎么去做实验呢 他说好有一群学生都是很喜欢画美术 好很喜欢画美术 那当然在这个画 喜欢画美术的学生里面 他把学生这些喜欢画画的学生分成三个组 好第一组呢当他画得好以后 他就把他的画画送给去参观画画的人 那并且可以得到奖品 把他的画画给参观他画画的人心掌 然后给他奖品 第二组一样的 是给他参观画的人心掌 并给他奖品 然后给再另外一个部分 他是给他一些另外的一个额外的一个什么惊喜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他没有任何一个处理 好这三组的一个处理 这次我们让他参观画画 妻子过了几天后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里面 他观看这三组学生哪一组学生比较喜欢画画呢 结果发现第一组的学生他画画的东西 比喜欢自由画画的时间变得比较少 也不再像平常那样画画的时间相对的减少 只有第二组跟第三组画画的还差不多 比较喜欢画画 也就是说第一组的动机已经受到了影响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名词里面 我们会在心理学生给他一个名词 要所谓的过度辩护效应 也就是说原来学生喜欢画画 是来自于内在的一个喜欢觉 就是内在的动机 可是我们透过不当的奖赏 使他由内在动机 是由外在的奖赏变成外在的诱因当中 他的动机就受到影响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奖赏一定会伤害 内在的一个动机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科学家 他在小学里面可能得过无数的奖品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艺术家 他在国小里面的画画 或者在国中里面 不同阶段里面也得到很多的大奖 或者运动选手 可是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内在动机啊 当然那这个地方你到底问题是怎样的一部分呢 奖赏会不会影响内在的动机 我们应该这样说 他可能会影响 那也可能 那没有影响那可能是因人而已 不过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东西呢 有些时候我们不应该提供奖赏 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这个作业本身非常的有趣 学生本来就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提供的奖赏不应该是一种什么 物质的奖赏 应该是给一个鼓励或精神的一个鼓励 好 第三个可能说这样的奖赏 我们可能不应该是说 事先答应就给他奖赏 这样的奖赏当中我们不可以说 没有订定任何的标准就给他奖赏 就是说没有明定标准 只要做一件事情我就给他奖赏 那当然可能会伤害到内在的一个动机 有可能 那我们老师怎样提高学生的一个动机呢 当然在内在动机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也希望学生对教材能产生好奇心 那老师让教材产生好奇心的时候 老师会使用各种的方式去呈现有趣的一个内容 那这地方包括过角色的扮演 包括过我们用演技的方式 或者说我们会提供不同的一个视听媒体 让学生对教材有兴趣 我们不同的去呈现方式 那当然我们让学生产生内在的动机里面 我们会帮助学生设定他所能达到的目标 当他能达到目标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增强 如果当他设定的目标不符合实际的时候 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挫折 那这一提供外在的诱因刺激学习的部分里面 当然老师可以表明明切的一个期望 提供当学生的表现到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回馈 那这些回馈当中不是笼统的回馈 而是一种具体的回馈 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他哪里做得很棒 而不是只有他很棒 他棒的地方在哪里 那他哪个地方做得不好 我们会针对这件事情而不是针对他个人 那那样的回馈当中里面 我们会提及所谓立即性的回馈 比所谓立即性的回馈说 他完成一下工作我们就立即给他回馈 而不是等很久以后才给予回馈 那当然我们更希望说对学生来讲 我们能提供经常性的一个回馈 我们没办法示范说一个学生夜考以后 我们希望他下次夜考考好 等到下次再提供给予回馈 我们可能做的方法是 只要每次的小考他表现好 我们都提供给他回馈 提供给他一个增强 或提供给他一些息息的部分 很多的无数的一个小考的回馈 我想自然的他在 下次的一个考试当中 比很长期的一个中长期的回馈好 比总比一次的回馈好 那但这个地方里面 对外在中进来讲 更重要一件事情当中是 我们要所提到的说 他只要努力 他就能达到墙场 一个可获得性 就是这样的一个定定的目标 当中学生必须符合他的一个能力 符合他的一个成就水准 这样的动机当中 提供的动机对学生才是有意义的一个部分 接着老师应该如何的墙场学生的进步表现 跟努力的情形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有效的一个赞美 所谓的有效赞美是 也有一层性的赞美 就是针对学生现在的表现行为 给予赞美 在目前的一个行为里面 好 这是我们可以提到的所谓的有效的赞美 当然我们也要可以教导学生 自己赞美自己 当我们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告诉学生说 可以说我好棒 或者说给予自己的一个鼓励 拍拍自己的肩膀 给予自己一个奖掌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成绩当作诱因 去以奖掌学生的表现 那成绩的诱因里面 我们这个成绩的诱因 基本上我们所强项的成绩诱因是 跟自己做比较 当你的成绩比上次进步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奖掌 你可以继续的努力 这样子成绩以为诱因的时候 不是跟别人比较 而是跟自己比较 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可以用 我们可以考虑到说 以目标结构所设计的一个诱因的系统 这样目标结构所设计的诱因系统当中 一般来讲 我目标的结构当中 可以用竞争的 也可以用合作的 但目标结构里面 我们希望的可以考虑的是一种 怎么合作的一个部分 因为竞争进的结构目标的结构当中 因为得到成绩好的一定的百分比 一定会有人是属于后面的成绩 那如果我们用个别竞争的话 只有个别得到奖掌 一定会有人在相对的部分里面 他是并没有得到奖掌 如果用合作 在合作学习的方式当中 我们强调是一个团体当中的合作学习 让有能力的学生教导 能力比较不好的学生 借着合作互动当中学习会 团体当中既合作 那团体之内是合作的 团体之外是竞争的 这样子一个诱因的理念 能督处自己的一个学习 好 今天我们大概补充 学习动机的意义 提到学习动机的一些理论 其实如何增进学习动机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愿意学习 愿意学习就是所谓的学习动机 好 乐意学习就是所谓的学习动机 那这样子的乐意学习 对他的学习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谢谢 我们今天跟同学报告的这道事理 谢谢